今天和朋友们聊一个话题 我们聊聊这个剪石头 陶石头和美石头 三者之间的区别 这个剪石头的人是越来越多 说明这个喜欢石头的人是越来越多 但是剪石头呢 它受到地域的局限 我们每个人所生存的环境 和你身边所能够认为 可剪的石头资源 石头的种类 石头的品种是有限的 这个所以说剪石头呢 它是能给你带来很大的乐趣 让你穿行于大自然的三水间 专注于一款石头 这种剪石头的乐趣呢 是非常快乐的 时间过得很快 但是说你剪到的石头呢 只是局限于你当地的一些石头 这就是这个剪石头 但是这个能剪到非常心意的好石头呢 相对于是比较难一点 当然了 你只要经常去剪 有发现的眼光 肯定会遇到好的石头 人们说剪石头呢 就是一种雄园 一块石头一万年生来 它就在那里静静地等待你 有缘人的相遇 这是剪 所谓陶石头 什么叫陶 陶就是那个陶宝的陶 就是说是可以从这个其他的室友手里面去掏 也可以从石农手里面去掏 石油手里面掏 就是每个人呢 对石头的这个观赏点不同 同时你自己要有这种发现的眼光 艺术的欣赏能力 就是其他的常有 他不太看重的 或者说他玩的已经觉得 不是太喜欢的 你发现这块石头 和你的生活中的感悟 有链接 或者说你能够发现 它有什么样的文化价值 观赏价值 这种石头呢 可以说就以很低的价格 买过来 这就叫陶石头 陶石头的话 现在这个网络四季 这个眼镜呢 可以放宽 你住在家里 通过手机 可以看到全国各地的 各个市场的石头 你认为就是 适合你自己的 就都可以陶 所谓陶 指的就是价格很便宜的 而且是陶到你自己 行医的石头 这就是 花小钱 找大乐 陶石头和碱石头的区别呢 其实我认为 在经济付出上 差距不是很大 为什么呢 碱石头你是要 你是要去付出时间 对吧 产生费用 你比如说开车出去 加油 过路费 失作 这是有产生费用的 但掏石头呢 因为你花的价钱不高 而且能够掏到 这个全国各地的 其他的一些市种 我觉得这个我认为是 很有很有意思的 那么说美石头 就是说是 市场上 或者藏家手里面 市场手里面 大家打造出来的 公认出来的 这种石头的文化内涵 文化意义 观赏价值 但这种石头 往往价格很高 价格很高 当然了 你如果说你具备 这种经济能力 你去买 当然了 买一块 都是你喜欢的 都是很好的 这当然也好 但是这个 比定说玩石头呢 玩的是一个先轻雅致 玩的是个先曲 所以说你 去买一方两方可以 如果说你要买得太多的 精品石头 真的是 从经济上来说太贵了 每个人的经济成熟能力 不同 但是你要去掏 可能说 一块石头几十块的 三两百块的 就能掏到一些 自己喜欢的东西 当然了 掏回来的石头呢 有没有就是掏的 不是亲眼见的 就是不是电脑的食物 你是靠这个照片 视频的 掏回来的石头呢 和你实际看到的 可能是好多是有 这个差距和出入的 比如说光线啦 角度啦 但是就是 掏回来的石头 我这么认为的 就是回来的石头 三分之一 这个石头就不能要 就得忍 然后有三分之一呢 是这个 差不多的 有三分之一 我认为是比较好的 剩下最后呢 按十分之后 最后呢 一 我认为还 就可能就达到一个精品的成功 所以说 我是觉得这些 刚玩石头的朋友 我们就是 如果捡不到好的石头 我们可以去掏石头 掏石头呢 主要就 找这个老的玩家 手里面一些比较 他要放弃的石头 我们也很低烈的价格 掏回来 一定是我们能发现 它的艺术性 低一点呢 就是这个 区区剪 也是可以的 但是剪的很少 能碰到一块好石头 但难度要比陶 要难度要大一点 这是我个人的 这个陶石的经验 今天呢 就分享给朋友们 我眼前的这块石头呢 它是一块太虎石 这时候陶来的 价格都不是很贵 几年了 但是这个造型呀 非常唯美 它像一条鲸鱼 它有摇线 上下摇线 有尾 有嘴 有眼 它这个是一个 很灵动的一块 一块这个鱼石 今天就跟大家聊到此 喝一杯茶 品一块石 真的是很开心 很快乐的事 今天就聊到此 拜拜